一直专注于创作音乐的范晓轩 去年也开始向大荧幕发展 在徐克导演的电影《龙门飞甲》中出演一个水一样的女人 这个角色对于范晓轩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但据他本人透露 徐克对她在影片中的表现很满意 他是说他很满意 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整部戏剪出来 所以我也不晓得我表现怎么样 今年娱乐圈的许多女星纷纷出嫁 范晓轩身边的好姐妹也都相继出嫁 小S更是怀上了第三胎 而一直坚持不结婚不生小孩的范晓轩 并没有受这波结婚狂潮的影响 仍然坚持将她的不婚主义坚持到底 我没有想要有baby 因为我觉得我想把 我如果能够爱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爱不仅仅是限于小孩子 也可以限给我的朋友 我的父母 然后喜欢我的群众 包括我的音乐 我觉得那些都是爱的表现 那你的妈妈跟男友也支持你 有种顾问主义的表现吗 支持